好,继米亚丸部落纳谷墙新建完成启用之后呢 修林乡榕树部落以及崇光部落从去年度就开始进行起决的作业 要完成起决的面积作为新建纳谷墙的基地 那么修林乡公所生命理所表示 族人相当配合陆续的进行 也预计明年度上半年就可以整地来申请新建纳谷墙 修林乡第一座纳谷墙释放公墓在111年11月10号正式启用 成为乡内观摩的好地方 去年度开始同门村的榕树部落 和文兰城同光部落也积极地通过部落会主席智商同意前 也展开了取决的作业 修林乡美代表副主席赖会美表示 相当的开心 修林乡终于有一座纳谷墙了 榕树部落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之下终于达成共识 为了可以让祖先安置有最好的环境空间呢 非常高兴 也恭喜你们 因为我们可能第三第四个会成立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 因为我们的地不够 所以我们先取节 取节以后 我非常地羡慕 我108上来代表的 我第一个很多声音了 所以兄弟姐妹说 我们那个墓园 已经满了 然后又是上坡 我就跟香港讨论讨论的 我们当然没有土地 我们就一直在讨论之下 第一层先挖掘的土埋啊 因为我们土地不够 我的榕树部落很勇业吧 人数不够 马上去 加油 马上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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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我们的魔鬼 因为他的山地名是顾美组长的呢 小茂林啊 很用心 大爷德鲁姆 很认真 很认真 许文乡长 我们可以表示 上任之后就积极的到各部落进行宣导 公所同伦们 许文乡名代表会 村长 林长 部落会议主席 全力动员来推动一部落 一纳股墙的政策 而榕树部落和冲冠部落正进行取决的作业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配合之下 让祖先能够安置在最美丽的好地方 接着就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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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